哇靠 这句实在是太炸裂了 一个骗子在同一时间对三个人连环诈骗 邝老板被骗走爱女和家产 老男人被骗吃骗住骗开户 年上节赔财赔色赔房产 他一会儿是年轻有为的海归官二代 一会儿是躊躇满着的金融圈小迷弟 一会儿又是阳光开朗多金的大男孩 人设24小时随时切换 简直满级时间骗术管理大师 大家好我是薛苗 最近嗓子发言净变生气了 但恰不住有一部国产剧 他不说不行啊 犯罪悬疑网剧 新生刚刚开播 之前被太多打着诈骗题材的诈骗诈骗 主角降制 骗术弱制 反诈主题全靠新闻报道式的说教 但新生四级追完 环环相扣的诈骗过程 猎奇大胆的情感圈套 高智商的心理博弈 让我大呼过瘾 又刺激又有逻辑 而且它是一部短剧 总共就十集 追完也就一天的时间 看了不亏 本期视频继续给大家做点管理工作 剧情刚开始有点像无人生还 五个素不相识的人 被邀请到一个孤岛别墅 参加葬礼 这不就是柯南经典的展开吗 死者名叫Fake 显然是Fake的谐音 五人来到地下室 发现棺材里并没有尸体 正想离开 管家却把门反锁 让每个人讲述自己和Fake之间的故事 才能放他们走 五个人打开手机一对 发现微信中的Fake是五个不同的号 Fake用不同的身份把他们都骗过 一个白发胖老头最先开口 看到这儿我以为自己能猜出套路了 接着就是一集讲一个故事的单元剧呗 又是一个汉化戎梗堆砌概念的国产水剧 首先就是个恋爱脑富家女爱上凤凰男 实力坑爹的故事 老头是个邝老板 被女儿硬拉着去见男友Fake 本以为要走进一间三十平的出租屋 一开门 眼前竟是一套全南向精装修大平层 邝老板立刻喜上眉梢 秒变越覆脸 难道这Fake是装穷 其实是个富二代 讲到这儿 旁边的老男人打断了邝老板的故事 有点意思 原来每一个人的骗局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环环相扣的连环诈骗 在座的其他人 都是FakePlay的一环 而邝老板是损失最惨重的一位 家破人亡 一夜白头 Fake是用什么手段骗过这样一个商界老狐狸呢 骗术一 预期管理 Fake没有一上来就伪造一个高端的人设 那样邝老板说不定还得拿拿款 白白谱 先让老父亲以为自己是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 把他的预期拉到地板上 再稍微表现的优秀一些 他就立刻癞蛤蟆变王子 把老爷子乐迷糊了 Fake没有急于讨好 而是充分调动邝老板自己的好奇 一番查户口 他回答的滴水不漏 让邝老板自己拼凑出他的人设 出生于书香门第 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父亲在北京重要部门工作 有活跃的投资能力和人脉的青年才俊 很快 Fake就财色双收 一千万里金拿到手 但他没有收手 还贪图更大的财富 骗术二 欲取先语 婚后 Fake先是主动要求卖掉旧房 全款买新房送给妻子 邝老板表面不动声色 心里更加相信没有看错人 主动要求让小两口在搬进新房之前 跟自己一起住大别墅 Fake搬来后 把家里面的文娱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陪喝酒帮下厨 搓麻将高尔夫 亲儿子也不一定这么称心啊 然而在诈骗尊者Fake眼里 前面付出的那些 都是在打窝 骗术三 以退为进 Fake带邝老板参观一家计划上市的医疗外企 拿着英文项目书介绍的头头是道 Fake老板想大投一笔 Fake却劝他先投个六七百万试试水就行了 其实他想钓的最大的鱼 是Fake老板的矿场 Fake老板有几处不合规的私矿 Fake伪造上级的整顿文件 怂恿他把这些矿都贱卖 又找人假扮收购人 神神秘秘的谈价钱签合同 自己从不存在的交易中捞取反点 在前后卷走四千万后 人间蒸发 Core老板这才想起找自己从未谋面的亲家 Fake长 Fake之前以父亲身份敏感 要求婚事低调为由 一直没让两人见面 您这一听就是骗局 收购啊什么的根本不存在 关键是什么呢 您说这女婿肯定是搞错了 李富斯他就没儿子啊 我可以明确告诉您 矿老板失魂落魄的回到家 又看到女儿在浴缸自杀身亡 他开私矿的事暴露 矿老板没有报警 他人才两失 而Fake却全身而退 以上几条骗术 都源于Fake独辣地看到了 人性最深处的弱点 贪婪 矿老板比起女儿更爱钱和权 为了扩张自己的产业 他需要向上寻求保护伞 Fake针对矿老板 量身定制了一个官二代的身份 骗去了惊天巨快 矿老板刚讲完自己的经历 就收到一条短信 他的账户被打入了四千五百二十万 难道Fake想用这种方式还债 救赎自己啊 其他人见状 也都纷纷开口 讲述自己的故事 Fake房子真正的主人 是证券公司的精英 老男人 Fake在他面前亮出的人设是 INTJ 名牌大学研究生 正在啃CFA三级 梦想在金融圈打出一片天地 热爱家务和小动物的 纯情小男孩 每一条都正中老玻璃的插批系统 他有种特殊的魅力 让人一切入骨 Fake在飞机上勾搭上老男人后 两人开始 约炮 巴 健身 party 唱歌 蹦迪 还手把手 交打高尔夫 学会了日后 骗岳父的手艺 没错 Fake不但骗术高明 而且能屈能伸 能功能手 这剧也太扭曲 太刺激 太猎奇了 这谁能不追下去 Fake利用自己打造的金融圈 小萌新人设激发了老男人 养成的欲望 很快 两人就住到了一起 他为他做家务 开车 铲猫杀 他教他看K线 军线 人鱼线 又给他开账户 偷内幕 做自己的老鼠舱 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怪不得会做饭 看见没 想要当骗子 先会过日子 就这样 Fake不仅偷走了老男人的心 还偷走了老男人的海归人设 用老男人的请柬 在高端酒会上认识了富家女 你是哥大的 嗯 升学 我在哥大读书那会儿 然后纠战雀巢 用老男人的房子 给邝老板下套 当然 计划也不是一直如 Fake想的那么顺利 老男人出差途中 杀了个回马枪 撞破了Fake的计划 Fake将计就计 熟练地打起了感情牌 直接坦白自己 确实想假装 这是自己的家 想请老家的父母来做客 哥 你说我的朋友 认识你之后 我特别希望我父母认为 我和你一样成功 行吧 晚上 我请叔叔阿姨吃饭 不用了吧 哥 再说 我也没法解释 毕业之后 我跟一个男的住在一起 男的住在一起 他们是小地方的人 比较保守 老男人一想 理解万岁 就拉着行李 灰头土脸地走浪 出电梯 还刚好和邝老板妇女 擦肩而过 等等 你们也可以做一家人啊 费可的骗术 依然是之前的三板斧 平平主动示弱 勾着对方心软入套 倾囊相受 像老男人这样的精英 最大的弱点是自恋 费可让他在身上 看到了年轻的自己 我们不一样 你是不相信我 觉得我会让你赔钱吗 费可行骗 也不光是靠皮囊和花言巧语 他会英语 懂金融 运动细胞发达 这些学识和素质 都和我印象中的骗子 大相径庭 让费可这个人物 笼罩了一层 又一层的谜团 当费可搞定邝老板之后 老男人这条鱼 也可以收网了 老鼠仓里的两千万 被费可席卷一空 老男人只能打碎牙 往肚子里咽 唯一的收获是 它又多了一只猫 老男人出差时 费可把他的猫弄丢了 去宠物店买了只 相似的黑猫回来 直到两只猫同时出现在家里时 老男人才恍然大悟 纯情的小萌新 其实是手段高明的江湖骗子 偷梁换柱 一花接木 真假裸小黑 也象征着费可的多重人设 新生的骗局之所以精彩 是因为它并非是骗子 对受骗者单方面的智商碾压 而是两个人精的反复博弈 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每次突如其来的意外 又总能让我为费可捏一把汗 老男人讲完故事后 果然门缝里塞进了一张银行卡 看来真的可以拿故事换钱啊 一旁端庄的女士 也开始讲自己和费可的故事 这是一段禁忌的年上节地恋 两人是在社交软件上认识的 费可对他量出的人设是 两人第一次奔线 是个雷雨天 费可主动提出开车送她回家 之后就有一搭没一搭的 和姐姐聊天约饭 陪姐姐逛展 对展画如数家珍 带姐姐重游大学社团 让两人浴火焚身 事后费可还察觉出 姐姐的自卑和担忧 主动放低姿态 以示真诚 其实我完全不懂艺术 我周五的时候就去过那广画展 足了个讲解器 把里面的内容全都背了下来 今天才能对你看看的 你们那天是在哪那个的 费可家 哪个家 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你家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空气中弥漫着老男人冲天的座位 她这个防灶可真是被费可物尽其用了 费可在对年少姐姐做了深入的了解后 博取了姐姐的信任 熟悉了姐姐的业务 偷走了姐姐的公卡 就是这个时候 趁姐姐出差 她带着邝老板来公司参观 姐姐出差回来后 就再也联系不上费可 直到几个月后 费可像个丧家犬一样出现 说自己投资破产 来报个平安就继续躲起来 说完就消失了 姐姐无比心疼 翻出了房产证 所以我们可以捋一下时间线 费可先认识了老男人 和他住在一起后 得到了参加高端酒会的机会 认识了白富美 搞定了邝老板 之后踢掉了老男人 与此同时 他还利用两位前辈那里 学来的社会科 和蹭来的房车 泡上了年上姐姐 再利用姐姐的资源 博取了邝老板的信任 前后一共骗走了将近七千万 费可行骗的核心技术 其实都是洞察人性 抓住弱点 伪造一个完美人设 从天而降 满足被骗者的欲望和虚荣 电视剧不断变化人物的视角 在讲述者的口中 自己都是有苦说不出的完美受害者 绝口不提自己暴露出的弱点和把柄 你可能会说 年上姐姐是无辜的呀 但仔细观察 他屡屡拒绝费可想去他家的请求 聊到婚姻的时候 也眼神躲闪 明显在撒谎 显然在隐瞒着什么秘密 看这个局的时候 明知道费可在犯罪 但让我紧张的 却是他的骗局能不能成功 看到费可把一群虚伪贪婪 又优越感十足的天龙人 骗的一个个大出血 心里莫名觉得 解气 真解气 真他妈解气 新生的主创是去年暑期最大黑马 狂砍38亿的孤注一掷的班底 从骗局的设置 到人物的塑造 再到悬疑的气氛 导演深奥在电视剧 更宽容的时长里 把行片的过程 更从容细致的展开 骗与被骗 都有智商的交锋 两方人都不傻才好看嘛 反诈骗也只有这样深挖 才可能有警醒世人的意义 人多智而近腰 人金才能赚很多钱 能骗走人金的钱 那一定是费可 这样的人腰才对嘛 以上就是视频的全部内容 哇 好久都没有看过 这么带劲的国产剧了 求点赞 求三连 点个关注 咱们就是过了命的交情了 下个视频见 爸爸六 我让你听见 我看你 不得好 入门 入门 中文字的